我是先生前几天我不是发了个视频吗 痛斥中国的中国人的愚昧吗 当然了后来我也反思了一下 因为到天呢我是相当于喝了一点酒 就这个说话了口无遮拦 应该说客观一点分析吧 客观的分析这个我们的国家 中国还是有好多一面的客观上讲 客观上讲你看这就看到这些工程呢 桥梁工程 它的什么高楼大厦什么城市 至少比以前那是好多的 比以前是好多的 以前那房子饭都吃不饱 现在你说在房子也能住上了 这个桥盖的你看 其中一个典型吧 一个杰出的工程 港珠澳大桥 还有什么机场啊 上海啊高楼大厦 当然上海呢就可能就陆家嘴那一块 就高楼大厦特别明显 但至少咱也有了 你看苏州基本上就是说10层20层 就已经非常普遍了 苏州那边的园区啊 还有叫那个湖心周围 基本上都是高楼大厦了 也是蛮好的 客观上原来本来人均GDP估计 十几二十年前只有1000人民日均吗 1000美元估计 1000美元估计都不知道 现在呢8000了 快9000了快9000了 你要肯定一下 肯定他经济呢 他发展 就是他有贡献的一面 当然PB呢也有他这个经济 他的质量不太好 但是甭管他质量还好不好 反正是有数量已经不错了 对不对 你看这港珠澳大厦 我看那个谷歌地图啊 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啊 太强了 他是从这个珠江口的西岸 就珠海 港珠澳马 香港珠海澳门 连起来了 从这个跨越的珠江口 从珠海到澳门呢 我看那个电脑 直接 先架桥 架桥之后到湖心 找一个人工岛 然后穿到地底下 隧道 再冒出来 从香港冒出来 然后直接连到香港的机场 路过机场吧 但是他这个设计确实 相当好 不过我不太懂 为什么不设置一个叫Y型的 就比如说从香港这一关 直接插到珠海 直接插到珠海 如果那样的话就更好 或者说再设计一个 就是珠海的到深圳的 我看我们这 我们中国的这技术吧 盖这么长 我看一下 这个用的是谷歌 至少有30英里的 至少30英里 这个桥 大概20到30英里之间吧 算 我量的也不太准 盖这么长的一个桥 跨海大桥 那我们 再去干深圳到珠海的 那就更 或者中山的 那基本上更简单了 中国不公共桥梁就它的高速公路 高速铁路也是相当猛的 中国的高铁也是相当猛的 所以我在这我也要给我的国家打一打广告嘛 对不对 你不能说总是传递这种负面的信息 也有好的一面 也有好的一面 就肯定它好的一面 但是呢 也要否定它坏的一面 就这么个事 你说对不对 就像这个举个例子吧 美国好不好 美国是好了 但是我们赞扬它好的一面 也要否定 也要这个批评它 它这个有负面的 这个东西存在 就像这个日本 前不久 不是日本那个昨天嘛 说微博上面 它打奥比一 踢了哥伦比亚那一场 然后呢 他们日本的球迷呢 还主动捡垃圾 说日本啊 数字高啊 还有前 前前不久 前几天也是大阪地震嘛 6点一级地震 那百姓呢 地铁啊 不是 就是那个新干线啊 还是说 那么铁路啊 人们都下来 就排队 抵震了 都排队 除了这个小日本的数字 不是说小日本 不好意思啊 说说 日本啊 就是他们的国民啊 这个数字啊 确实很高 抵震了 你都排队 我的天 哥我 我肯定走不到 要命啊 赶快跑啊 对不对 你这 就像我们那个 就不过微博里面的这些人呢 就中国人 他就 他就比较酸了 他就说 日本老地震 所以他们习惯了 所以是他们习惯了 习惯老地震嘛 你 他也就不慌了嘛 真的 把你把你把你放过去 也震一下 你不慌死了 你 天天 命可能就没了 这跟你开玩笑了 真的 但是呢 我们肯定 日本好的一面 但是 我们也要 这个 批评 他这个 他有坏的一面 对不对 他这个 国家呢 可能有这个 阴暗面啊 就对 他对这个 他的国民啊 没有对战争罪行 进行这个 诚恳的 叫 真实的面对 和诚恳的道歉 他的国民 没有这种 就反思 对别的 国家的 人民 别的民族 所犯下的 这种 内内罪行 罪行呢 他的国民啊 没有勇气 去这个 忏悔和道歉 没有勇气嘛 日本是没有勇气的 他可能有勇气 去这个 破坏自杀 但是他没有勇气 诚恳的面对 自己过去犯下的罪行 去道歉 反思 忏悔 就这个国家是没有的 我接触的那些 日本留学生啊 什么 他们是没有 他们只是说 今天的日本 已经是一个 民主自由 法治的国家了 我们讲人权 我们讲什么 但是 过去发生的 70年间发生的 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他也否定 那个 独裁的 日本 独裁的 什么法西斯啊 他也否定嘛 痛恨嘛 那他没有这个 叫勇气呢 但他的国家 我觉得 作为一个国民吧 应该勇敢面对 有勇气去面对的 但是 这也属于 他们国家 这个民众的 一个阴暗面 也属于 要承认 他好的一面 也要承认 他这个 他这个民主内部啊 确实就 有的时候 他就不讲良心了 说白了 说白了 就农村话 就是叫 不讲良心 这个意思 那我又回到我们这个中国 中国又没有坏了一面 坏了一面 多了去了 那走到大街上 你吃的也不干净 呼吸的也是雾霾 见到这人呢 脏话连天 数字也不高 你到哪里 看你 乌烟脏气 都反 说白了 真的 你一样的脑子里面 还跟200年前的思想差不多 说白了 对不对 200年前的思想差不多 中国封建社会嘛 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呢 有没有 就就就 好了一面了 我就讲 就这坏了一面是有的 好了一面 就是这个经济发展 至少说我们十几亿人 他经济发展了 他吃饱饭了 他也能住上房了 他也能有汽车开了 他也能过上 就是说稍微现代化的 这种物质生活了 当然精神生活 那还是很差的嘛 至少说中国可以讲 他已经初步完成了工业化了 到今天啊 我们可以说 2018年 中国已经完成了初步的工业化 但是工业化还没有说 就是说完整的完成啊 还没有啊 早知道呢 初步已经完成了 你看那个深圳啊 什么地铁啊 都都有的时候 都感觉都跟香港联系来了 跟香港都差不多了 这一对比给我感觉 都跟香港差不多了 那广州啊 什么都很发辣了 广州 深圳 东莞 佛山 就是珠山脚 然后我们如果是长山脚 那我就更熟悉了 长山脚 上海什么昆山 苏州 苏西藏了 就苏南这一块 然后就是 南边的再往南就是杭州嘛 杭州 嘉庆 宁波 这边都都比较发达的 相对而言啊 他还是有好的一面啊 也要承认 而且我们这个经济啊 还在快速发展 还在快快速的发展 虽然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啊 我跟你讲确实遇到很大困难的 但中国还在快速的发展 还在说难听一点啊 说直接一点 就是每个县就让他修高铁 你想能创造多少GDP 每一个市都要盖一个机场 那能创造多少GDP 基建嘛 基建就是创造GDP 包括了高速公路 你看我们的苏南高速公路 到处都是苏北呢 高速公路明显的 看地图就看出来了 明显不行 对不对 但是我们国家 至少可以这么讲 发达地区吧 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给你的感觉是这样 但人们的思想 它可能还是200年前 但至少它的 至少它有一个东西 它改变了 它的物质改变了 至少这也是我们的好处 这也是我们的优点吧 所以在海外 如果你看过我的视频 不管你是华人啊 还是什么刘宇生啊 还是什么的 我希望你呢 你呢 一年呢 可能就来到中国转一转 一年 一年来一次嘛 转一转 或者两三年来一次 也可以的 也可以 我们要真诚地面对这个 中国的好 当然我们要说出中国的不好 就这么简单 就像一个人呢 说出他的好优点 他有 他有缺点吗 对不对 有着改之 污着加免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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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